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門課是基本設計課的第一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我們探討的是關於視覺物的其中一個部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大家眼睛裡面看到的是什麼 那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回答說我看到的是一個立方體 好,所以問題來了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立方體 比如說,關於這個立方體曾經有一個心理研究是 心理學家們找到了一位病患 這位病患是從出生就是失明的人 然後他在五十幾歲的時候突然間恢復了視力 所以他們就對這樣的人做了一個研究 就給他看了這個方塊 然後他們發現對於這個人來說 他所看到的這個圖形呢 他無法把它理解成是一個方塊的樣子 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完全平面的線條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的視覺經驗 我們認為我們看到的東西 實際上都是經過我們大腦處理過 由於我們的經驗 個人所經歷過的事情 而影響過的一個結果 不好意思 那關於這樣的現象 我們把它稱之為我們的thinking eyes 就是我們的眼睛其實不是只是在接收訊息而已 而是實際上因為大腦在處理的關係 那實際我們覺得我們所看到的 看見這件事情 實際上已經有很多的後處理在裡面了 已經都被處理過了 這些資訊都不是最原本的 這個事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或者是我們來看到這一個 雜誌裡的一個插畫 這是一個插畫 一個關於錯覺問題的插畫 我們大家如果去看說 我們到底看到了一個什麼東西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他看到的是一隻兔子 有些人會覺得說他看到的是一隻鴨子 那當然有些人會說 有時候他像兔子 有時候他像鴨子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在這個錯覺的現象裡面 我們人 否則把他看成兔子 否則把他看成是鴨子 他必然導向其中一邊 那是因為我們有 兔子的視覺的經驗 我們有關於鴨子 在我們大腦裡面視覺的經驗 有這些記憶 所以導致於我們在從眼睛上去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否則導向兔子 否則導向鴨子 沒有辦法在中間找到一個中間點 就是說他像是一個 一個倒立的三角形一樣 他必然只導向某一邊 他可以導向另外一邊 可是他必然要導向某一邊 就是說我們的視覺傾向於 把某個看到的這些資訊呢 統整為某一個概念 而不是很 只是單純的告訴我的 告訴我大腦說我看到的是 什麼樣子的一些細節 他會傾向於告訴我們概念 一個例子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這是一條線嗎 這是一條線嗎 假如我們仔細的看 它實際上是一條 一個有寬度的一個帶子 對不對 它不是一條線 可是我們從概念上 我們可以理解說 這是一條線 因為它有延伸的感覺 它有一個方向性 所以在所謂的線的概念 指的就是一種 有延伸的 然後是直的 或者是有 有方向性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就認為它是一個線 一樣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一個點 實際上當然它是一個圓 可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 是一個點 那是因為它跟 它在我們的腦袋裡面所感受到的 就是某個指向特定位置的概念 好像固定在某個地方的某個特定的位置 某個坐標 或者是某個 呃 定點 這就是一個點的概念 那可是實際上我們看到 上面這個 黑色跟白色的這個色塊裡面 真正的點我們可以說 應該是 在兩個黑色的色塊 相交的這一個地方 這才是真正點的概念 對不對 在我們概念上可以理解這個 寫真正的點 可是在視覺上 我們反而 沒辦法告訴大家說 所謂真正的點 到這個地方 最裡面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樣子 沒有辦法說明點是什麼樣子 可是我們到這裡有個點的概念 同樣一條線 同樣一條線 假如說黑色跟白色中間的這一個邊界 我們可以 呃 從概念上理解這裡有一條線 那可是從視覺上這條線到底是什麼 你把它再怎麼樣放大 它都是黑色跟白色之間的一個交界而已 你很難去描述說這個線的 呃 樣子是什麼樣子 呃 所以說同樣都是線 呃 這個交界所產生的線 這個呃 從視覺上可以很明確看得到它的樣子的這種線 我們都會把它理解成是一個線的概念 當然他們這是不同的本質 所以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會把它做一些呃 名詞上的區分 比如主動的線 這是我們用主動的方式畫出來的 還有概念上的被動的線 這個這個線的產生是因為有兩個色塊 呃 中間有了這個邊界 所以才產生出來的線 或者是主動的點跟被動的點 這樣子的概念 那各位同學在做 造型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有這樣子的 概念存在什麼時候會產生一個線的概念 並不只 只有在當你畫了一條線的時候才有那條線 好 所謂的點也是一樣 點並不是只有你畫了一個點 畫了一個圓才叫做一個點 實際上點它存在的 可能在你在做造型的過程當中 你就 呃 很可能無意識底下 就在某個地方 呃 產生了一個點的概念 好 所以 大概 我們可以這樣說 在剛剛的這個這個平面上面呢 所謂的點跟線都可以有兩個方向 一種是屬於比較概念上的 一種是屬於比較經驗上的 好 經驗上的就是 比如說當我用畫一條線的時候 那一個東西我們會從經驗上 呃 認為它是一個線 那一個概念上的線 就是比如說兩塊色塊交接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概念上 把它 呃 看到是一個線的感覺 這也是一個視覺 會思考的視覺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在3D裡面也是一樣的問題 呃 同樣這裡都是 呃 六面體 可是他們卻是不同的東西 好 比如說箱子 盒子 籃子 好 這裡還有一個魔術方塊 這些都是 呃 各式各樣不同的物件 可是他們卻全部都是 呃 立方體 我們從概念上可以把它們放成一類 我們看得出他們之間的共同性 好 同樣 呃 月亮 月亮它可以是這個 星月 半月 或者是滿月 呃 可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知道月亮它都是一顆球 好 那 這一個 呃 圓的概念呢 比如說一個盤子 它算是一個扁的 好 或者是 你看我們右邊這是一顆西瓜 所以它是一顆球體 好 實際上它是一個有點 不規則的球體 可是在概念上 或是我們此 在這裡從視覺上來看 我們都會 很自然的把它理解成 或歸類成一個圓的概念 好 那當然這個圓的概念裡面有很多細節上的不同 比如說盤子 這個盤子是一個 白色的 然後旁邊有很多彩色的圓點的盤子 右邊這一顆西瓜呢 是一個球 然後它表面有點凹凸不平 然後這個球呢 本身也不是一個正球體 好 然後它上面是綠色 有一些花紋 好 為什麼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 把它 呃 好像歸類成同一類 好 那或者是我們會自動把它認為說 譬如說一個 不是很圓的圓 當成是一個圓 那這個也是屬於我們思維的 雙眼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有 物體有所謂的 或人的概念裡面 有所謂的 完形 個start 就是上面大家看到這個字 有所謂的完形的一種現象 就是那個形態它不是很完美 可是它趨近於某一個完美的形態的時候 我們就會認為它們是同一類 好 換句話說 在我們腦袋裡面 有某些形態是屬於那種 呃 認知上很單純 很簡單 很容易 把別的東西拿進來歸類的 某些特定的形 比如說圓就是一種 三角形是一種 好 那這些東西 呃 比如說我今天一個圓 假如說它不是那麼的圓 好 或是它缺了一個口 我都還是可以把它 認為是一個圓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這就成為一個圓形的 呃 圓形 好 所以這個圓形是一個在概念上的現象 好 那在經驗上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西瓜 看到一個盤子 我們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特徵 好 比如說這個西瓜是有綠色的斑紋等等 那這些是屬於這個物的這個屬性 或者是它的特性 好 所以 呃 我們再來看 比如說這一張圖 我們看到的是一棵樹的 呃 很 這種 我們說 比如說很乖離的 好 然後或者是很張狂的這種樹枝的分岔的 呃 的樣態 好 然後 呃 它 呃 非常的 這個 呃 很多的細節 很多的分支 好 我們再看 這是從衛星上面看河流的 衛星圖 我們也會發現 欸 好像他們之間有某種類似性 好像這種分支的 好 這種岔開來的感覺 是很相似的 或者是閃電 好 他們明明實際上都是不同的物質 好 或者不同的現象 然後 呃 他們的個性也都各自不一樣 我們在體驗上也是 體驗到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在形態上 我們會覺得他們好像都是屬於同樣的一種形態 好 或者是這是一個 呃 不太確定這是一個性人派還是一個性人蛋糕啦 好 你看到這一個 呃 灑在這一個派上面的 點 跟 我們在 晚上看到的星空 跟 呃 這個也是衛星 從衛星上 看到地球夜間的時候的燈光 他們之間也好像有某種共通的 呃 形態的特色 好像都是點狀的 然後是散布在某個範圍以內的 好 或者是散布在各地的 然後 這個每個點的 各自的大小或者是 顏色可能會有一點點區別 可是基本上 它 呃 布滿了整個區域 好像這樣子的一種形態 好 在這三張圖上面呢 我們看到他們是非常的接近 好 這是一個 城市的 呃 的 3D模型 好 一個或是一個社區的3D模型 跟 電路板 好 他們之間仿佛也有一種 相似性 好像都有某些 快 然後有某些線條 把它們區隔開來 或是連結起來 好像這樣子的一種 呃 感覺 那蜘蛛網 好 網狀的結構 跟 神經在顯像攝影裡面 我們看到的神經的 樣子 好 這也是神經喔 神經的攝影 好 他們好像都是屬於某一種 同質性的 的概念 好 那這種概念是屬於形態的概念 好 所以譬如說我們 呃 會講神經網路 我們會講 網際網路 他都是用 網這個字來描述它 好 可是實際上 東西長的並不是網啊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會講 網路 好 internet 會是一個net 好 就是這些概念跟某個形態之間 有一種共同性 好 這個是像 這個 呃 線條一樣的這種感覺 好 這個是大腦 人的大腦裡面的 這個 呃 的攝影 也是很多細微的線 好 或者是我們看到鸚鵡螺 好 鸚鵡螺 我們知道這個是有一些黃金比例的問題在裡面 然後 可是這種螺旋狀的 然後有很多一層一層的 分隔 跟人類所建造的樓梯 或者是跟 所謂的 呃 這個 星雲之間 他們看起來也是有某種同樣的美感 然後這種美感是透過一個很 呃 獨特的造型 而 產生的 那這種情況下 比如像剛剛的樓梯 呃 設計師就會來思考說 欸我們曾經經歷過的各式各樣的形態當中 那 形態當中呢 那些很美的形態 我們有沒有可能 呃 去理解它的造型的原理 呃 美的 呃 形態 它的原 它的它的 呃 它的樣子可以是什麼樣子的 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種 呃可能性 然後透過觀察各式各樣不同的東西 設計師可以從觀察中獲得很多的靈感 好 這個是 呃都市 我們可以看到 呃 房子 一塊一塊的 然後 有些比較高 後面這排都很高 然後有些比較低 然後中間好像有一些 這個 一格一格的 所以你會知道這一個 每個房子都是一條一條的柱狀體 好 同樣我們來看 大自然界裡 這個是 呃 在很冷的地方 早上有霧氣出現的時候呢 這個冰呢 會從地上往上漲 從地面往上漲 漲出來的冰柱 這邊剛剛我們看到的都市就有 呃 一樣 就是又出現了這種 呃 在形態上非常類似的感受 好 這時候我們當然也會想說 欸 所謂的人造物 當我們在蓋這些房子的時候 並沒有刻意的 要來模仿這些冰 可是當我們看到我們人的建造的物物件 在看到自然的物件當中有某些巧合的時候 我們也會來思考說所謂的形態的問題 是不是有某些基本的原理在裡面 是呃 必然如此的 好 那這個是鳥停在電線上的摄影 這個是台灣的這個養殖業裡面 你會看到牡蠣殼串在牡蠣田上面 一樣都是線 齁 很多條線 然後上面掛著一些單元 或者是蜘蛛絲上面掛了水珠 好 那這些形態也產生了某些 欸非常相似的趣味 好 都是欸 這一個造型 比如說我這個一個 呃 分佈出來的這種線條 或者網 或者是平行線 上面掛滿了大小不同的單元的時候 都可以產生出好像某種 呃很有趣的一種效果 好 那這是屬於 這就是一種造型的原理 好 就是我們從觀察不同的東西當中 可能可以獲得的啟發 這是高速公路的攝影 這個是台灣的鐵窗 好 你會看到有些 呃 某些 呃 幾何的運用 好 可以是 呃 類似的 那我之所以會他們類似是因為 呃 製作者 他們會感受到這樣子的安排是 一種協調的 一種和諧的 好 所以先到這邊我們看到很多就是 呃 產生某種形態的可能性 哦 自然界我們看到很多形態 我們看到人造物上面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形態 那形態 呃 我們之所以要去研究這些形態 研究這些形的原理 是因為他們有一些看似呃 呃 呃 有必然性 呃 可以有某些的趣味的效果 那有一些是呃 呃 產生某種和諧 某些律動 呃 等等 那所以對於設計師來說 當我們在 呃 建制或者是設計一樣東西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這個東西是好用的 呃 希望呃 使用者是 呃 用起來很有功能性 或者是這個東西 呃 他應用了某些很先進的科技等等 可是不管怎麼樣這個東西 最終都還是一個東西 那既然是一個東西 它就有一個形態 那我們怎麼要賦予這個東西一個正確的形態 合理的形態 或者是美的形態 這個是設計師必須要 能夠做得到的最基本的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呃 原始的人類怎麼怎麼看待形態的問題 好 這是呃 拉斯科洞窟的壁畫 這個 洞窟 是人類發現目前最古老的這個 史前文明 好 那在這個拉斯科洞窟的壁畫上面 我們看到很多呃 動物的畫像 好 那如果我們仔細去看它 其實我們會覺得呃 當時的人類在處理 在畫 繪製動物型態的 呃 的時候呢 已經是相 技巧相當的高超 這個技術其實是已經 非常厲害 它可以用一條 線 好 跟兩種顏色 就能夠把這個馬化的 這麼樣的栩栩如生 好 其實已經是非常的 呃 技術非常的 高明了 好 這是露 好 露 也是一樣 你看它對於露的這個角的形態 好像感受到了某些趣味 或是感受到某些神秘感 所以它的壁畫 呃 牆壁上呢 畫下很多這個露的頭 然後 去畫它的各式各樣的角 好 你看它的每一個頭的畫法都差不多 好 都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耳朵還是什麼都一致在這裡 好 可是它畫的每一支露的角的形態各自不同 好像 人類在 呃 觀察或者是去研究這個露的角的這樣的一種感覺 好 然後我們也看到像這樣子的壁畫 可是這個並不是誇示法 並不是說人 呃 把這個好像發瘋了一樣 好像現代化一樣 好 去畫了一個很 詭異的這個 兩隻手長在露的頭上 不是 而是 真的露的角就是 呃 長得可以是這麼的奇怪 好 這個 不要被原始人嚇到 實際上他們就是在 研究 在 在想要理解那一個角 它的形態可以是什麼樣 究竟是什麼樣子 然後他們在牆壁上畫出像這樣子的一種圖案 好 這是 呃 拉斯克洞窟壁畫裡面大概是最有名的 一個部分 好 它之所以有名是因為這裡躺著一個東西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 呃 當然有很多種說法 可是一般會相信 這個應該是 或許是 也許是一個人 好 因為它好像有兩隻手 好像有兩隻腳 好像躺在地上的一樣 好 當然有些就會說 欸這是不是一個外星人 因為長得很奇怪 齁 可是我們看 在想的問題是 為什麼 當時的人畫一隻牛 可以畫了這麼的寫實 你看有牛的腳 有牛的毛 可以畫了這麼的寫實 可是畫一個人就畫的這麼的 呃 兒童畫嗎 我們要怎麼樣說它 就是它這兩個 物件在繪製的時候的 呃 動機也好 或者是它繪製的手法 或是人所看到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種 呃 結果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或者是我們來看這個圖 人類在狩獵 你看它動物化的比例 姿態 都非常的精準 甚至於比 呃 好啦 比我們很多人 我們自己 不會畫畫的人 然後畫這些圖 都畫的沒有他們好 可是你看 右邊的這些人 好 在打獵這些獵人 卻被畫的 是這麼樣的奇怪 好 那麼的不符合現實 好 所以我們就會現在有很多的猜測 比如說但你有一派 你可以認為說 這當時是外星人 好 不是人類 所以真的長那個樣子也可能好 可是 呃 我們比較一般接受的猜想 是人類其實不太敢畫人 人類去畫人這件事情 就好像在複製一個生命 好像複製一個人 複製一個靈魂一樣這樣子的 呃 所以人類不會去 呃 去畫一個人出來 可是動物不一樣 動物是自然界的東西 是外在的東西 是跟人不一樣的存在 是一個物件 所以可以畫得出來 反而是在畫人的時候 就變得是 比較只是在概念上表現說 欸 當初有一個人在這裡 那他在做什麼樣子的事情而已 而不會從形態上去描繪他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原始的人類對於形態的講究 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好 他對於 什麼樣東西要畫在這個牆壁上 對於該怎麼樣畫 已經有非常非常深刻的 或者是說非常複雜的思維在裡面 好 這個是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我們在這個圖上畫 看到的這些人的畫像 他是屬於一種姿態的樣貌 他是比較想屬於概念上的 譬如我知道這個人正在射箭 然後這個人可能剛劍射出去還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產生這樣一個動作 都是一個姿態 都是一個概念 好 然後 可是這些人呢 他也某種精神上的東西 就是 這是一個人 好 然後 他正在狩獵 或者是說 他是一個有靈性的東西 我們看到一樣就是 人在描繪的時候 有這種姿態上的問題 好 跟這個 比較精神性上表現的問題 好 所以總之呢 關於形的問題都是 呃 我舉了這麼多的例子 齁 都是在說明說 所謂形的問題 都有概念上的問題 跟經驗上的問題 兩個方向 好 那 呃 這個是畢卡索畫的 呃 蠟長犬 好 這張畫就很好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齁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畢卡索非常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說 這一條線 他用一條線畫出一條 一隻蠟長犬 呃 他既 呃 在 這個 概念上 把這隻狗畫了出來 也在經驗上 把這隻狗 呃 的細節做了很好的描述 甚至於是在精神上 一隻蠟長犬的趣味 可以 可以比擬到這個 畫家還有一條線畫出來的手法 好 這樣子之間也是可 呃 可對比的 好 比如說這隻狗的尾巴 我們甚至於可以看到 透過這條線 可以感覺出來 這隻狗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 很開心的翹著鼻子 然後咬著尾巴的這種感覺 他都把它表現出來 好 蒙德里安這個是 呃 抽象派的畫家之一 呃 這是他畫的一個 作品 他 名字叫 樹 灰色的樹 這棵樹是 卻有其樹 真的是存在的一棵樹 然後畫家他畫的 我們可以看到 也不是這棵樹的 呃 真正實際上的每一個細節 而是這棵樹 在於畫家眼中他所感受到的 形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形態 好 然後這個形態為什麼 這棵樹為什麼會對這個畫家 產生某種造型上的 共鳴也好 或是感動也好 好 是因為這些特殊的形態而來 那畫家企圖描繪下來的 企圖去把它捕捉下來的 就是這個形態 好 同樣的一棵樹 這個是蒙德里安 在另外一個時間點畫的 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一棵樹的這一種 線條的形態 用另外一種手法表現在這塊布上 這個畫布上 好 所以 我們常常講 所謂的抽象畫家 好像他們畫的東西都是很抽象的 不現實或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理解的是 只要在畫布上出現的東西 它必然是有形態的 是一個有形態的結果 是一個形態的結果 那畫家在畫這些東西的時候 實際上也只是在把他腦袋裡面 所感受到的東西 或是說他所理解到的某個東西 他想要透過畫 來把它表現出來 把這個他所感受到的對象的形態 把他具體的表現在這個畫布上 所以抽象畫並不是說 就是完全的一定都是想像 他經常也可以是有具體的對象的 只是畫家表現的時候 是他所謂的 他思維的雙眼底下 所感受到的東西 好 同樣的一棵樹到後來 變長這個樣子 雖然我們已經看不出來 這為什麼是一棵樹 可是 無論如何 對於畫家來說 這就是 他眼中所看到的那一棵樹 好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 曾經被 那個 Apple的工程師拿來說明 為什麼 Apple的設計 是可以極簡的 設計過程的 被拿來胡扯的 一幅畫 但這實際上是 畢卡索的 版畫的作品 這幅版畫是 畢卡索送給他 他子女的 好像是耶誕節禮物吧 好 然後他在這個上面 其實好像是 某種 畫畫的過程一樣 那究竟這一個流程裡面 他做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這是 確實是值得我們來分析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他畫的都是一隻 呃 水牛 然後這一張 第一張很可能只是一個畫家 他在 很初步的去想要 去勾勒出這個水牛的樣子 然後我們畫出來的結果 好 大概有一個頭 然後大概有兩隻腳 然後大概身體位置 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大概有個尾巴 然後背部的線 可能差不多是這樣子的一個曲線 好了 進一步畫家就可能開始去 呃 去 更仔細的 把他所看到的 呃 細節 把它表現出來 那 比如說他會看 我們會看到 呃 呃 這個東西 呃 有 某些結構 這裡可能是一個肌肉 然後有些塊體 比如這裡 背是凹陷下去的 然後這裡是凸出來的 那有某些肌肉的紋理 某些是 呃 脂肪的紋理 像是這個樣子 開始描繪出一些細節 那在描繪細節的過程當中 就看到了 呃 視覺上好像產生某種結構的感覺 好 但這個結構就開始 呃 是一個畫家從他自己主觀的認知當中 然後當然他也知道他畫這個東西是主觀的 一定是他自己理解的結果 所以 畢卡索非常誠實的面對這個問題 他就說 在我的眼睛裡面 我看到的就是這些東西啊 就好像是這樣子 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構 藏在這隻水牛的身上 然後讓我看到 所以開始捕捉這些 結構 那至於外面原本是什麼樣子的 好像就 不是那麼的重要 好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呃 畫家一直在這些 呃 畫這些 呃 水牛的過程當中呢 呃 他 去展開某個過程 好像 呃 一個東西是可以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它 可以用不同的 呃 理解上的層次來去看待同樣的一隻水牛 好 你看 越來越 呃 抽象越來越接近 呃 設計師 呃 那個畫家他自己所想要採取的視角 而不是我們一般人的視角 好 到這裡 基本上頭越來越小 身體越來越大 可是我們看到背部的曲線好像彷彿都在同樣的地方 好 好 可是不一樣的是 開始這隻水牛的性器官越化越明顯 好 我們一步一步推演下來 到後面基本上只剩下線條 好 那這個線條也不是外框 也不是這隻牛的 輪廓 而是畫家所感受到的 這個牛的 形態 好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畫家 在企圖想要用 想要還原自己視覺 呃 最純真的時候 可能看到一隻水牛 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嘗試 一個 一個探索 我們好像看到畢卡索 他 呃 他很清楚的知道人的視覺是一個 呃 一個thinking eye的結果 是一個 一個經過大腦處理後的結果 他很想要去找到說 那假如說 我我秉除這一些 很 呃 從經驗上來的這些影響的話 人很原初的很原始的 視覺 視覺經驗會是什麼樣子的 畢卡索 一生他在 呃 想要找到的那個視角 是這樣的一個視角 好 呃 在設計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 呃 講到設計 設計裡面也是同樣的問題 對於形態上來說也是一樣的問題 這是William Morris 他所設計的這個 呃 壁紙 還有紡織品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美術工藝運動 呃 這個 當然各位同學現在是大一 可能接觸還沒那麼多 然後美術工藝運動是工業革命時代呢 設計師呃 所提出來的一種主張 就是說呃 產品應該還是要回歸到比較 呃 人類手工的 或者是呃 比較貼近於自然的 而不是那種 因為工業量產而產生出來某種大量複製的 機械化的齁 那一種結果 所以 William Morris他所設計的 這個壁紙 喔 或者是紡織品 上面 你可以看到他採用了很多這種大自然的元素 喔 他把這些元素呢 呃 轉換成一個造型的結果 好 那這邊也可以跟大家呃 提一下的是 呃 設計 Design這個詞 齁 其實在William Morris那個時代指的 意思是 式樣 比如說我可能設計的某種式樣 然後我把它稱為它是一個Design Design它的詞源實際上是義大利文裡面所謂手稿 草稿的意思 那設計師 比如說他們在畫這樣子的一幅這個壁紙的設計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它是用草圖的方式先畫在紙上 好 那所以它是一種手繪的設計的圖稿 好 從這樣圖稿的概念才引申到式樣的這個意義上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 也可以大概可以想像得到所謂的設計 呃 從一開始就是從某種人的想像的概念 就是圖稿上的那個樣子 然後把它變成真正產品的一個過程 好的 設計這個詞 我們可以跟大家順便順便做一點介紹 好 同樣自然的風格 好 到了這個新藝術運動的時候 他們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種詮釋 好 在新藝術運動裡面他們把自然當成是一種裝飾的 呃 呃 元素 非常的裝飾性 非常的強調某種呃 新時代的或者是一個新的世代的品味 好 像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是新藝術運動裡面的一個精神 所以你看到 呃 這種自然界的元素怎麼被應用進來呢 好 比如說這個呃 樓梯的扶手 好 這每一條的 每一條每一條的這個鐵 呃 鐵桿 呃都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就只能透過工藝師傅的手工來製作 好 表現出一種奢華 表現出一種 呃 這種 呃 怎麼講 很 浪漫的一種 好 一種一種結果 好 那這種同樣都是一種自然素材的運用 跟剛剛好 他的理念上不一樣 可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都是某種型態 其中曲線的型態 自然的有機的型態 在產品上面的 而應用 好 這個呃 在 現在產品更是如此 鑄鐵鍋 這個鑄鐵鍋 他 呃 我們看到他把這個 傳統的頂 好的這個概念 好把應用到鑄鐵鍋上 好 那他也不是看了 看起來就像原本的頂啊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可以理解到 欸他好像有某些地方 比如他有兩個耳朵 還有三隻腳 透過這些特徵 我們理解到他跟 欸他的造型的 呃 來源是來源於頂 這個概念 好 斷頭台椅 好這個是一個 縫刺型的設計 好一樣 椅背 原本我們的椅背 都是一個 呃 一個平的 一個 四方形 那他把這個變成是一個 呃 梯形的四方形 所以 欸突然間變成一個斷頭台的 一個概念 就很很很巧妙的就顯現出來了 好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建築 巴黎的阿拉伯世界學院 那 這個學院的建築厲害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從遠遠的看他 這個跟 中東地區 假如你們去把他的 一些中東的地毯啊 或是中東的 呃 壁壁壇 好 怪牆壁上的壁壇 或是一些建築 去看的話都會看到 呃 就阿拉伯文化裡面 在美感上 他們經常會 呃 透過某種 呃 反覆出現的 然後 有大有小的 這一種 呃 圖騰 或者是說 同樣的一種 圖樣 來做 呃 來做設計 哦 那這一個建築 所以他要思考的問題是說 假如說我今天單純的 只是把阿拉伯的這種 傳統建築的 造型 搬來 這個地方 那 是不是我就只是 以 只是在 呃 強調我們自己 阿拉伯文化 而 呃 呃 而只是好像只是 顧守於某種傳統一樣 這樣 所以這個建築的設計是很厲害的是說 呃 他當然希望這東西表現出阿拉伯文化 可是怎麼樣跟 現代 怎麼樣 跟 國際 或者說怎麼樣跟其他人之間能夠產生出一種 呃 理解上的 呃 理解層次的一種互相包容 所以他這個現代建築 呃 他的每一個圖騰呢 實際上都是透過玻璃的這個材質來產生的 所以整個建築你看他用使用的材質是玻璃跟呃 鋼 鋼骨 這個跟傳統文化裡面的使用 呃 使用材料就是完全不同 他不是不再是用畫的方式畫上去 好 那每個圖騰也不再像是以前那樣是精調系组 而是透過玻璃本身的材質 而自然而然的產生出這些精雕細琢的感覺 產生出這些細節的美感 好 那所以你就會看到同樣的你可以在這個建築上體體 呃 感受到 假如你對阿拉伯文化是熟悉的話 你會感覺到他們當中的呃 延伸性 共同性 可同時你也會看到這個東西的現代感 好 那這就是一個我覺得非常厲害的在造型上面的一種 呃 手法 很好的運用造型來達到一個 呃 在文化層次上面能夠 呃 非常 呃 就是 呃 跟傳統對話也跟現代對話 呃 跟保守的對話也跟一般人對話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好 好 這是一個膠帶 好 那這個膠帶為什麼要設計成這個樣子 那也是因為 設計師他在對產品的 呃 敏銳度上 呃 在造型上表現出某種 相似感 好 某種造型上的這個 呃 同意 好 或類似 好 這是這個膠帶的 在造型設計上 的巧思 同樣在 在 車子 呃 汽車設計上 我們可以看到也是有 某些造型上的 呃 元素呢 會因為他們之間的類似性 而拿來變成一些造型的 原則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樣 這樣這樣 這樣台車 好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 呃 當然是兩台車的一些造型的 細節的變化 或者是整體的 顏色啊 呃 風格啊的區別 可是 我們都會看到這一個車 好像有一個臉 跟左邊這一個車 就車燈跟這個 呃 呃 呃 中文叫什麼 這個進氣孔嗎 呃 總之這個地方 呃 都會看到一個 臉的 結果 必然的結果 所以汽車上面都會有一個臉的 這個概念 只是說這個臉好像是一個 比較兇的 還是是比較一個 呃 和蔼可親的結果 好 但是在餐具設計上 好 天使跟惡魔的形態 轉換到這種小的產品設計上 或者是 呃 這個湯匙 好吧 湯匙本身的 呃 元素 湯匙本身一定會有一個 呃 咬 咬東西的這個面嘛 然後必然會有個餅 那這個面跟這個餅 它 當然就是可以是 只是一個圓跟一根直線 可是它也可以是什麼樣子的呢 好 那這個是設計師他在創作這個作品的時候 呃 很深刻的從 整個形態的這個角度來 來重新 創作的結果 好 一個玻璃杯 一個透明的材質怎麼樣 可以產生出像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一個裝水果的碗 好 這一位藝術家 呃 他也是一個設計師 他是 呃 瑞士人 然後 差不多跟達利同一個時代 然後 他這一個人呢 呃 我們先說他是誰好了 他是 我們大家所熟知的電影 異形 裡面那一隻異形 那隻怪獸的作者 的設計師 好 那為什麼他可以想像出這種 呃 很 讓人驚悚的 或者是讓人覺得很不尋常的 的一個 造型 好 那這是因為他 呃 從小的一個愛好 就是在瑞士的森林裡面 玩 然後去收集小貓小狗 魚 什麼的 骨頭 屍體 他會把這東西收集回來之後呢 然後把它重新拼湊啊 重新去組裝成 呃 小孩時候的那個 玩具積木的那個作品 我覺得這樣子 他在他的經驗裡面 對於這一些 有機的 對於這些腐敗的 或者是死亡的 這些物件的 形態 呃 就在他 他腦袋裡 大概是就是 大概掌握到 大概是最好的 所以當他在重新創作 譬如他在創作一個異形 或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畫面上這個是一個 很古老的 電子 電腦遊戲裡面的一個角色 好的 這些造型的時候呢 你看他就發 能夠展現出很大的創作能量 這種對有機的 對於造型的這種 去玩它 去摸索它 不斷的反覆咀嚼 來 然後最後到可以運用這種造型來做設計 並不是只有GIG這樣子做 在工業設計裡面 這樣子的做法也非常的普通 非常的尋常 這是 Machete Benz 他裡面的設計師在做的事情 還在研究 這個 有機形體 的造型 你看這是 這是很有機的一個形態 然後 這個型 他去描繪它 去研究說 這樣子的一個形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什麼樣子的造型 會讓我感覺起來 形態是屬於同一類的 是屬於這樣子有機的 然後不斷的透過草圖 去做各式各樣的嘗試 然後看到他就把這個東西 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變成了一台車 這個就是怎麼樣 從一個形態上 我們去挖掘出它的 呃 它的 有趣味的點 或是說它有價值的點 然後應用到我們的設計上 好 同樣 這台車 這個是前面車窗是朝這裡 前車窗是朝這裡 這是座椅在這裡 好 這裡基本上已經讓我們看不出來 這個車的樣子了 可是這是一個車子的內裝設計 好 這樣 好 這是椅背啊 然後 人是面向右邊這樣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好的 呃 在有機型上面的一個 去探索它 然後在 在產品造型上 能夠去使用它的 呃 這是一件在工業設計上 很很很正常的事情 好 我們剛剛同樣 呃 怎麼樣 我們想要 呃 設計師想要設計這個 呃 電動工具 然後要表現出這個電動工具 很有power的 的意象 那當然這個電動工具本身的這個 機構設計啊 你要好才會有這個power 那可是同時你的造型也要好啊 要不然人家也無法理解你的這個工具的 這種 威猛的感覺 好 所以怎麼樣把這個 豹的感覺 把獅子的感覺 整合到這個產品裡面 所以我們會看到 比如說獅子可能給人一種 尖牙利嘴 或是肌肉比較繃緊的 所以 在這個產品上所使用的線條 也是屬於這種比較 有曲線 它不會是直線 一定是曲線 可是曲線是比較有張力的曲線 然後有比較快速的轉折 像這樣子的一種造型手法 所以我們第一個主題的作業來了 請大家注意這是你們的第一個作業的說明 第一個作業是這樣子 請你選擇一個物件 然後這物件是你認為 呃 它有很強烈的型態的性格的物件 好 然後這個物件呢 呃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用照片 好 因為比較方便 那 有些物件 比如說假如說我今天要找的是一個動物 你把一個動物抓在你的桌子上畫畫 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找的是照片 然後照片可以是一張為主 然後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照片可以來輔助它 好 就是 然後一張我有些細節看不太清楚 你可以有很多張照片沒有關係 好 然後請你去呃 畫草圖 用草圖的方式 用畫圖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樣 去分析 這一個物件 的 呃 造型的特色 好 然後去理解它 你透過不斷的去畫 畫很多很多張 來去看說 欸到底我怎麼樣畫的時候 可以得到 呃這個 物件的 呃 形態 好 你可能在畫的時候 一開始是 把這個物件的全部細節都畫下來的 好 因為你要 因為我們第一次去學習它 我們向這個物件學習 所以我們可能會是像是畫素描一樣 把這個物件 呃 一比一的或是盡可能詳細的 把它的 呃 形態都把它畫下來 畫下來之後 你會想要去把它做簡化 那簡化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 好 然後把一些 欸你覺得這個細節不是很重要 你就把它 呃 省略掉 這樣一步一步省略 然後 最後 呃會得到一個簡化的結果 好 然後 呃 所以你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要注意的是 呃 我們常常在簡化的過程當中 就變成好像只是 很機械性的 一直在省略東西而已 可是你要注意的是 我在省略的過程 我要掌握 還是要掌握住 這個物件原本的 那個型態的特徵 那個特色 我們還是要把它掌握住 好 好 所以你會畫很多很多很多的草圖 好 那 從這很多的草圖當中呢 我們會 呃 你會從當中挑六張 然後這六張 代表的呢 是從原本 呃 最複雜的那一張圖 到最簡單的那個結果之間 呃 的 六個過程 大概是這個樣子 從最複雜到最簡單的六個步驟 好 然後請你把這六張圖呢 貼在 呃 兩張A3的紙上面 好 那請你用 很有美感的方式去把它呈現出來 好 或至少是像這樣 很整齊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好 比如說你假如六個圖 可以是 比較長的話 你可以是一二三四五六 排成直的一列 好 比較 呃 直的話你就把它這樣 拍成橫的一列 像這個樣子 當然如果 如果前一個單人所說的 這個格式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一個參考 好 你如果你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格式 是更能夠表現你的作品的 然後歡迎各位同學去使用你想要的格式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下個禮拜五的時候你要交上來的成果 是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下個禮拜二 我們要看到的就是你所畫的這 呃 你你所 呃 所畫的這些草圖 的這些過程 好 那我會要求各位同學在下禮拜二的時候 呃 帶三十張 畫的草圖過來 我們來做討論 好 那因為我相信大家在畫這個圖的時候 最 呃 困難的地方可能會不太一樣 齁 然後 呃 在簡化的時候有些人可能會把某些 呃 可能你會簡化完之後發現 欸好像那個原本的 個性消失了 它的特色不見了 那我會幫助你把這些東西重新抓 抓回來 那這個東西只有透過分組討論才能夠做得到 好 所以 呃 這是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一下 呃 呃 這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學生他們做的 呃 練習 那 呃 我沒記錯的話 這是一個art center的學生 那他畫的對象是大象 你看他有些素描的這個過程 好去研究這個大象的一些細節 呃 不要看他畫這個樣子 這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呃 繪畫功力 呃 這個我畫不出來齁 這個已經功力非常高深了 好 然後他做的練習是像這個樣子的 你可以看到 呃一隻大象到最右邊 只有兩條線 這麼的簡單 可是他就是有辦法讓你看出來 這是一隻大象 怎麼做到這一件事情 好 這不是只是說隨便勾兩條線 而是你看到他 怎麼去探討這一條線的外擴 應該是什麼樣子來發展 才能夠表現出某個 比如說大象的額頭 比如大象的鼻子 大象的耳朵 甚至於 我們都可以 都可以在最後的這條線上面看得出來 這是鼻子 這是他的額頭的那個尖角 這是耳朵後面的部分 你都可以在一條線上面看出這些細節 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你要靠的是很多的對於形態的研究 然後到你可以掌握這一條線的形態為止 當然他也不是只畫那個樣子 他整個練習裡面畫了非常非常多 做了各式各樣的嘗試 有一些你可以看到比如說很有趣的嘗試 像這裡譬如說舉例來說 他也試著用不同的線條來做他的作品 可是最終他還是覺得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是最好的結果 可是他怎麼樣確定那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是因為他中間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練習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探索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你們學長姐的作品 這位同學他的對象是金魚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作品 所以你看到他 一開始把金魚的鱗片都把它畫上去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做作業設定的時候是說 大家做黑白就好 可是他發現 這個金魚本身頭上那塊紅色的 真的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所以沒關係打破規定 那就把它紅色塗上去 所以你看他最後一步一步簡化的結果之後的金魚 是像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得到有這個 魚的身體的游泳的姿態 也好像有那個騎 魚騎在上面飄動的感覺 然後 魚鱗跟魚塞也沒有省略掉 就是很簡單的點兩點 可是你就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當然頭上這塊紅色跟這個眼睛 這樣子一畫 讓人家就知道這隻魚是一隻金魚 好這是松鼠 那松鼠的特色是什麼 一樣一樣一步一步簡化下來 好到最後這一步我甚至於可以覺得 還可以再更簡化一點 像這個耳朵不一定要畫兩隻嗎 你有一個線條上的特徵 然後可以拉到松鼠的這個 鼻子嘴巴的這個地方的線條的特徵 這樣子就夠了 好這個彩犬 那這位同學一直想要說他很可愛 很喜歡這可愛的彩犬 那彩犬到底是什麼地方可愛 好他從一開始的這個 比較複雜的繪畫 然後一直畫畫畫 到最後 欸就是最可愛的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就是他的嘴 還有他的那個 眼睛上面那樣快白白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我怎麼樣從這個 一隻彩犬的型態當中找到 欸彩犬 讓人一眼就認出來的那個點 到底在什麼地方 就是在這裡 好那這一門課 我在課堂上有做一個示範 好示範怎麼樣 我是用這隻鳥來做示範 怎麼樣去畫他 好那因為線上課程的關係 所以 呃我沒有辦法 在這邊 再畫一次這一隻鳥給大家看 好因為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那我可以把這個 繪畫的結果呢 把它貼上來給大家看 好可是我可以欸 所以這邊我只能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我們之前上課的時候示範的東西 嗯 然後來做一些提示 好 大概可能各位同學要做練習是這樣子的 好 呃對大家來說 最難的可能是第一張 就是最左邊這一張 可能是最困難的 你要能夠把一個 照片的物件 然後把它 變成是一個畫面 這件事是 對家來說可能是最困難 那 欸我也只能說 這個東西當然是需要很多年的時間去練習 你才有辦法 學會 比如說 我們在 呃一般我們會說 這是一種素描的能力 好那 呃可是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 我們設計師不是要當畫家 我們設計師的目的是 呃 要能夠掌握一個東西 它的形態的這一件事 這個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你東西畫得不好沒有關係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看到那隻柴犬很可愛 可是其實它的第一張畫 他也沒有辦法說 欸這個狗的毛到底要怎麼畫 什麼什麼 也沒有辦法 可是他就是 同學們就是很努力的去想辦法說 我到底看到的 比如說線條是什麼樣子 他就捨 他就捨棄了想要嘗試去把 呃毛融融的感覺畫下來的那個 呃這件事 而是 就很單純的看 欸這個線條是什麼 他就把它勾勒出來 好沒有關係 都很好就是 我我希望看到的是大家去嘗試 去掌握這個對象的形態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至於你的素描能力怎麼樣 那個是 呃 我當然很期待設計師 你可以很好的有素描的能力 可是 呃不是說一定要 好 那 呃 你看我畫這樣 當然不是畫得很好 可是這也是有好幾年的練習在裡面的結果 那所以 呃 大家盡可能去嘗試 努力就對了 然後多畫 你畫得多 你就會掌握的能力就會好 這件事是一定的 我倒寧可你畫得 呃 沒有很好 可是 能夠快速的畫很多很多很多 這件事非常重要 你要習慣快速的畫圖 好 然後你如果真的真的真的第一張 你無論如何你都 你已經畫了 已經 呃 十幾二十張都還是畫不出第一張出來了 呃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紙貼到你的螢幕上面去畫 去描 哦 當然你畫的時候要小心點 不要把你的螢幕給割壞了 可是你可以把你的紙貼到你的螢幕上面去描 好 那基本上這個就會簡單很多 我允許大家這樣做 可是請大家這個是在 呃 你萬不得已 你真的退無可退的時候才做這樣子的事情 好 否則的話 呃 我上課的時候這張畫也是抬頭看著投影機的螢幕畫的 好 也是 就大家盡可能努力 去用眼睛去看 用眼睛去理解 然後來把畫出來 然後畫的時候可能可以提醒大家幾個重點 好 畫畫的重點就是 呃 羽毛是羽毛 你不可能把羽毛放到紙上面去 對不對 這不可能做不到的事 所以你要想的事情是 你怎麼用你畫出來的線 來表現出羽毛的質感 假如你要畫羽毛的話 好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能會需要一些嘗試 你可能會需要在另外一張紙上去 呃 比如像羽毛你可能想它是短短的筆 短短的線 很多很短很短的線 好 那這線多粗多細 好 然後用什麼樣的力度去畫 你可能要先做點嘗試 你覺得這效果不錯之後 你再把這個技法 這個技巧拿來畫你的畫面 你可以這樣子想 就是 我這一張圖 我們看到的實際上 好 從感官上來說 回到我們一開始這門課 一開始講的 還是很多的線而已 之所以你們現在看起來覺得這是一隻鳥 這個是你的視覺思考之後的結果 可是你要想像我在畫每一筆的時候 都是只是在畫很單純的線而已 好 那工業設計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原理 即便我今天是在做一個產品 我在做這個產品的每一個細節的時候 它都只是一個 比如說就只是一片塑膠 就只是一顆一片金屬 就只是什麼東西 可是它最後組合出來的那個效果 那個是人感受上的問題 可是你在處理每個細節的時候 它就只是那些材料 所以設計師要擅長運用材料 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大一 之所以讓你們在平面上面做練習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我的材料 就只有我的筆 就是我的線而已 那我怎麼用這個材料 能夠建構出我最後要的那個作品 那這個就是設計師要練習的東西 好 這是一個可以提醒大家的一個 怎麼樣做這件事的一個小訣竅 好 然後當你第一張做完之後 你後面就會顯得稍微容易一點 因為你可以把紙疊到第一張紙上 然後去把它的位置大概就勾勒出來 然後看你認為說哪些東西是重要的 你去把它畫下來 好了大家看到我現在畫面上 這當然是四張 看起來好像有一個先後順序 可是實際上你們要做的是 你要每一個步驟都要做很多次的嘗試 你才能夠確定說我現在保留下來的這些特徵 是不是有效果的 是不是重要的 這件事情不是說做一次就算了 所以為什麼我下禮拜要看到30張的圖 就是我要看到你在每一個步驟都做了各式各樣的嘗試 然後像剛剛我們看那個大象一樣 做了很多的嘗試 去看看到底怎麼樣的一個結果才是最理想的 好 那大概這個就是第一個作業的說明 然後 我在最後重複一次下個禮拜的進度是 有幾個遠距的同學 我要提醒就是我們必須上課 你不是說在遠距就 無法到課就不用做作業 你還是要做作業 否則你學期會沒有成績 你就沒有辦法及格 好所以這個這個禮拜的作業是 你必須完成我們剛剛說的這個任務 就是你挑選一個物件 然後去研究它的型態 然後下個禮拜二我們討論的時候 我會用線上的方式來討論 我要看到你們把30張圖放在網路上也好 你到時候在現場拿給我看也好 然後 我們還是上傳到網路上好了 這樣比較好討論 然後 我們要在網路上來討論你的每一個步驟 你畫的圖的過程 然後最後 禮拜五是你繳交作業的期限 因為我知道各位同學現在沒有辦法到學校來 可是你還是要完成你的作品 你可以拍照給我 然後你之後來上課的時候再把作品拿過來 沒有關係 可是你如果不做 你到時候一定沒有時間做 越後面的作業越困難 所以你一定要在時間之內把你的作業完成 再說一次 禮拜二 三十張圖 來討論 禮拜五 就是最後的成品 你要教你的作品 以上就是第一個單元的部分 但是 對 對